HELLO 聊世紀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垂折羅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是天機的阿拉伯地圖 OK 今天是2月9號 我們的影片應該會恢復成一天兩步了 最近搬家室友終於滿晚了 LEO也祝各位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恭喜發財 OK 節日我們還是會一日兩片 直播的節目也會正常進行 OK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文明是屈折羅人 屈折羅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馬舊單位 不管斯里姆阿沙騎兵還是駱駝 樓外增上的效果都非常高 屈折羅人還有薩蒂莉 可以減少居室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 所以他的食物的肉類 是有點像哥德那種感覺 只是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還有印加那種感覺 所以屈折羅人後期其實是補弱的文明 而且屈折羅人的重裝駱駝 可以跟帝王駝駝 可以打個快要55開左右 所以算是一個補弱的文明 他比較虛弱的地方是他沒有強弩 所以他的工兵路線是稍微弱了一點 但他本身有這個環刃頭之手也可以用 所以打到後期還是要試情況去轉這個環刃頭之手 通常都是點下薩蒂莉之後才會去使用環勒頭之手這個單位 那他本身是有火槍的 但沒有這個 他也有火炮 但是他沒有大型投石車 所以後期真的要遇到打成盾的工兵單位時 還是用這個斯里無摩瓦殺起兵 還是會比較適合一點 OK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馬救單位是有8折優惠 而且聰明的移動速度特別快速 伯伯仁的馬功是這個駱駝工兵 打馬功有外增傷的效果 不管是打蒙古圖技還是一般的馬功單位 增傷都是特別痛的 伯伯仁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我覺得伯伯仁他算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文明 他甚至可以說是如果你喜歡玩蒙古人的話 那伯伯仁通常你也會玩得很好 雖然他沒有像蒙古有大風車 但是他有火炮 而且也有這個劍兵勇士 火槍都有 重點是他還有這個標槍騎兵 雖然標槍騎兵以實戰上來說是非常少用到的 但一些特殊情況下你戰毛兵不想升級 城堡塞需要戰毛來卡的話 可以直接用這個標槍騎兵產出 就不用去踩這個戰毛兵的升級了 算是一個速成戰毛的概念 那這個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大部分時候還是可能會去按這個戰毛兵的升級 因為這個戰毛兵價格比較便宜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哈團這邊是選擇了把這個所有的羊都放到模仿裡面 慢慢搶出肉 這個是曲折羅倫的特殊能力 可以把這個訓養動物放到這個模仿裡面 但一開始有兩個果蟲 但以高手的角度來看 如果缺肉的話還是會把這個羊放出來吃 並不會就這樣子把這個鹿肉吃完 或是把這個豬肉吃完就不吃這個羊 會看情況去吃的 好 那曲折羅倫的前期的三頭路很重要 三頭路都吃完了 所以這個路有吃完的話 就可以正常升級到封建時代 那伯伯倫這邊呢 是打了一個正常的開局 軍營這時候要趕快下樓 軍營趕快補一下 要補嗎?補在哪裡? OK 補在這裡 那衝上伯伯倫也是這個肉馬開局 但曲折羅倫的開局是這個駱駝刺 所以如果打肉馬開局的話 對方的刺猴是無敵的 封建霸主 驅逐羅倫 好 那我覺得伯伯倫打 馬就開還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封建時代是沒有解面的 這點也是需要注意的 還是要直接鬼轉弓兵呢? 好 伯伯倫馬就 我可以正常的馬就開 可能硬農一木 驅逐羅倫這邊是打一個肉馬開 這樣會吃肉麻 那驅逐羅倫不吃癢的情況下 肉會很少 唉唷 這邊有套了一隻癢白癡喔 看來是受不了 食物缺乏 打肉馬的話就要去吃免癢 OK 哈特這邊有細節做好做滿 好 後面的駱駝開始在繞囉 這邊繞一繞 看一下有沒有在後面挖石頭啊 彩金 沒有 那主金的部分倒還要再探一下 OK 主金過來看一下 OK 你沒有在挖黃金 那你暫時不會有工兵出來 那家裡又趕快圍囉 家裡有槍兵防守 看看這邊的操作 直接溜過去 不打 OK 打下去的話 可能會死之 好 這邊槍兵直接一搓 先搓駱駝細節 MBL這邊有做好 OK 總覺得MBL在今年喔 2024年開始有變化了 也不是說有變化 就是他打得越來越穩了 大家應該有明顯感受到 我們頻道去年MBL 敗場可能稍微有點多 但是今年喔 變成很長移的感覺 感覺他的調整喔 已經度過了那個 變化空窗期 就是 在打新打法的時候 往往都會有點不太習慣喔 勝率會下降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個人是會有這種感覺 打一些平常不太自己常打的打法 去做調整的時候 勝率都會下降很多 但是只要一旦適應之後 能夠穩住自己的打法 那就會勝率再往上飆一些些 那這一場也是遇到他的隊友 HART 那邊都是很常在天梯遇到的頂尖選手 好 這名槍兵硬戳 哎呀 直接收掉了 這個駱駝還沒有被戳掉 很麻煩 這個駱駝到封建時代 我血量很多 有這個70D型 還沒有品種 有品種的話是90D 所以我才會把他稱為 封建的肉馬霸主 誰敢出肉馬 先問過一下驅逐如倫的駱駝刺猴 這個駱駝刺猴 這真的蠻難 蠻難慘的一個單位 好 那這邊一直有出槍兵 但這邊的肉馬 雖然實在太多了吧 六隻肉馬 兩隻槍兵能夠戳得過去嗎 偏難抽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開始把這個祖金圍住了 這裡再補一個房子 這裡再補一下 這裡房子也都圍起來 這邊肉馬溜了進去 但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兩邊都是打一個小打小鬧 都被抽到 那哈德這邊細節都有做好 殘血的村民都放到了TC這裡 所以沒有被打殘血TC可能 這裡直接把金礦給圍住 OK 這邊再圍一下 這裡也可以圍到底 但圍到底風險有點大 先稍微小圍一下就好 算力點到了城堡式彈 兩邊打一個城堡 會比較有看頭一點 驅逐羅倫這邊是點下來城堡式彈 那看起來是要走工兵路線嗎 還是要鬼轉城堡相攻 那城堡相攻打起來很容易斷肉 3TC也不太容易開出來 所以也是有驅逐羅倫 弓箭是在打這個工兵 帝王實在在轉相攻的路線 這個路線我覺得蠻特別的 剛好這場part是這樣打 所以可以來稍微講解一下這個打法是怎麼做到 那理論上就是打工兵 就是要3TC開的 沒有再跟你打那種奴兵 然後趕快直上單刀雪打法 就是奴兵跟你壓力 然後洛馬接清騎兵 然後轉這個斯里摩瓦殺騎兵或是駱駝 做一個搭配組合的 好 好這邊 狗馬可能會再吃掉一隻工兵喔 好這邊要先上二級射嗎 還是先升奴兵 可是工兵數量減少到剩下六隻左右 OK兩個一起上 奴兵二級射直接上好上滿 然後這邊一定會開3TC喔 這裡不開3TC的話 就失去了他開奴兵的這個效果 那這裡有個變化系喔 是直接打這個大雪也可以喔 那我是覺得屈子羅人直接上3TC開奴會比較好 會比較符合他這一系列的做法喔 OK果然是打奴兵加駱駝 沒有問題 哇靠MBL這是怎樣 4TC買了一百石頭鬼開開奴 當然哈爾特這邊打的是偏軍事的喔 這個奴兵數量有點多 而且有駱駝喔 全黃金兵種 只差工程器了 看有沒有偷車過來 好哈爾特這邊在 應該在思考要不要開地上的TC喔 不然就是要拉一村到前線蓋工程器製造手 我們有拉村民嗎 也沒有 那應該會開3TC吧 這場比賽我也是沒看 但感覺這場比賽對決蠻有趣的 屈子羅對勃勃勃 好洛逐出來 雖然砍掉了一隻騎士 但騎士也 砍掉了一隻奴兵 騎士也暴斃了 好那MBL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修道院 可能後面要再蓋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如果這邊蓋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這邊抽屏會斷落斷得很嚴重 所以這邊可能挖挖石頭 欸有挖 先挖石頭 看可不可以挖出一些劍塔 來防一下就好 防一些工兵過來騷擾 或是後面再轉工程器製造所也行 剛剛就講到 婆婆人這個標槍騎兵喔 那標槍騎兵遇到這個情況就很尷尬 屈子羅倫的駱駝很強 打標槍騎兵的額外真上很多 所以該不該出標槍騎兵喔 有點看狀況 以下這個狀況來說 駱駝加上工兵單位的話 婆婆人 能打的東西喔 其實就只有駱駝工兵能打 不然就是自己也要打工兵單位喔 加上槍兵 可能會比較毫反擊回去 但比較簡單暴力的打法 就是直接出生旅配駱駝工兵喔 可能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跟他對出馬舟單位喔 你是對不贏對方駱駝騎兵的 好那哈德這邊是直接打雙TC 並沒有打出3TC喔 那婆婆人這邊是轉肉馬 肉馬衝過來 肉馬這可能要送光囉 這有二級射的關係 TC打得很痛 乘中心像有7點傷害阿 肉馬只能擋5滴 一下5滴 扛不住 好這工兵可能會衝進來喔 居駝駝人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總是受不了補下了一個BK工程器製造所 好趕快再繼續圍一下 肉馬過來送頭 封掉自己的最後一層 送人再稍微圍一下 工兵進不來 這應該要按個投石車或擬炮 選擇的是投石車 右邊這裡還沒有圍到底 看起來算是沒有問題 石頭突然不挖囉 這個有點危險喔 就是挖點石頭會比較好 又投工兵是很關鍵的單位喔 雖然在城堡塞突擊是很難成形的 這跟蒙古一樣喔 就是蒙古突擊 你要快速行程來說 是在前行是很困難的事情 實在是太吃經濟了 MBL這邊4TC開農上去 雖然TC閒置已經來到了3分55 那村民術差距來到了大約14-15村左右 好趕這邊開始有點壓力囉 看這個高低有點麻煩 被控住了 好 投石車砸一把給壓力 槍兵第一時間被射掉 好 那哈特這邊是打出了3TC 最後還是要開TC的 好 這邊砸了一發 哎呀 還是砸掉了 但是 投石車也被點掉了 好 驅逐路人這時候補下了品種 好 控制高低很麻煩 超麻煩 投石車要一直按了 好 再繼續砸個一發 有機會嗎 好 選擇催 好 不打 那驅逐路人這邊可以挖個石頭 趕快來這邊壓寶 可以獲得比較大的壓力 或是蓋BK BK是蓋這個位置 或是蓋這裡 好 投石車出來看一下狀況 好 沒有駱駝喔 現在要稍微撤軍了 好哈特這邊是 噢 撿了兩個聖物了 那伯伯人這邊是補下輪軸技術跟料亡技術 三台投石車 配上四個僧侶 槍米過來 戳一下 哎呀 沒有撤到駱駝啊 被射死了 好 這裡鬼轉打下方的刺激 看這邊祖金控住好像比較好 但也還好 MBL後面還是有黃金可以挖的 所以暫時也不會有斷金的問題 好 趕快來挖一下就好 好 在左邊果然是MBL先補了一根城堡了 這時候真的是不能挺喔 好 右邊過來 看到層面中心 還兩個 這時候哈特應該知道大事不妙了 原來你這麼濃啊 4TC 但哈特這邊的分數還是暫時領先的喔 好 三台投石車過來 看能不能拍到這圖工兵 如果能拍到的話就 新年快樂了 不快樂了 沒有拍到 好 投石車可以1換3嗎 沒有辦法 用招翔的方式 好 先高打第一 換掉一台 兩台投石車順利被解掉 第三台投石車 來不及砸下去 OK 工兵 直接火炎打一波 雖然五隻弱駝都被招翔掉了 但是後方工兵單位有點麻煩啊 暫時還寫不掉 現在有更多駱駝過來 但是 怕蜘蛤擺被自己的駱駝給打趴了 五隻駱駝一直在追逐駱駝當中 駱駝後面過來 駱駝駝一發 駱駝駝一發 沒有殺到 哎呀 好 但MBL很順利的點下了帝龍斯坦二級射也補下了 雖然這邊是補了一根城堡 還有取消 這個有點... 偶遇了嗎 有遇就會敗扁 補下了五個馬丘 雖然最後還是要打... 補馬丘 會比較適合 好 博博人類補下了挖石技術 弓兵鎧甲 好 改點都點了 挖金也點了 好 偶遇補了上去 唉唷 偷死車 點掉了兩隻生女 哇靠 這個博博點發 沒有彈道學 射得還蠻準的 好 待會進入帝龍斯帶兩邊戶頭的環節了 好 大學 終於補下了彈道學 上方弓兵 高打滴 一發一隻 駱駝弓兵 唉唷 卓博這邊 弓兵給的壓力很俗啊 OK 點下關鍵科技了 撒滴力 點完帝龍斯帶之後 馬上就要補了科技了 好 該補的都補了 這只剩三級馬坎 點五個差不多了 待會還要再看情況喔 去轉這個環刃頭之手 但如果對方是博博人打弱攻的時候 不太可能去出到環刃頭之手 可能打大量的駱駝或是閃避馬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閃避馬就是這個斯里姆瓦殺騎兵 直接打這個殺騎馬 去打博博的弱攻 會更適合一點 那博博人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也可以鬼轉槍兵喔 雖然他的槍兵並不是特別的優秀 只有重裝長槍兵而已 好 那博博人補下了化學 三級射點了 那優秀弱攻還要再等一下 工兵開甲也慢慢補了上去 驅逐羅倫三級馬卡 也依序補上了 還是打一個駱駝爆喔 那弱攻的話 千萬不能跟他打這個工兵 驅逐羅倫的工兵的話 沒有三級的工兵踩甲 打戰毛兵的話 還是稍微難打 那以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我會 我覺得還是要出一點戰毛兵去 稍微擋一下會比較好 當然駱駝還是要出喔 我覺得出駱駝的好處是有兩個 避免你出閃避馬 被博博人的駱駝或是騎士反打 你出駱駝的話 是絕對打得贏駱駝駝兵 跟駱駝這個單位的 所以 驅逐羅倫在這邊 在這邊出閃避馬的優勢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 喔 伯伯倫在這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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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兵單位喔 優勢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剛剛我剛剛講的說 驅逐羅倫絕對不可以出閃避馬 閃避馬不能出 雖然他打工兵單位 額外增傷很多 又可以閃 但是以對方可能 隨時可以轉出八折 弱駝的情況下 還是 不要打 閃避馬會比較好 打這個 弱駝就好 這邊趕快轉出火炮來了 驅逐羅倫的火炮 這邊不轉出來的話 城堡會移動 被拆掉 這邊火炮 可以拆巨頭 MBL後面要蓋了一根寶 三寶群聚 當然這邊被哈特抓住了 你的工兵單位很少 看起來你是夾不住 你沒什麼兵被我抓到一波 這邊六台巨頭C 被拆到只剩兩台 之後一台有機會嗎 哈特看到前線三根寶 還是要硬上 但是巨頭C已經開始往後拉走 這邊要把駱駝往後拉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擋得住了 哇 三寶在此 三寶群聚很難工作的 那伯伯仁這邊是點了化學 精銳駱駝工兵 但肉有點爆炸囉 趕快來轉一些肉碼 伯伯仁是肉碼裡面 大肉碼裡面最便宜的分明 只要64塊 64元肉食物 就可以採出一堆肉碼 去封兵騷擾 那這邊肉碼要騷擾 知道也要看哈特這邊會不會有防守失誤 因為他的駱駝是非常強大的 但沒有關係 駱駝是很開發箭矢的 防護只有4而已 只用駱駝駝公兵去反駁也是OK 所以這裡哈特的重點就是要貼到對方駱駝駝 然後波波MBL這邊是要控好自己的駱駝公兵 去用射程打擊 去PB對方駱駝的數量 就可以拿到優勢了 所以這是我覺得還要轉戰忙兵的原因 因為你沒有戰毛病的話 他一直poke久的話 你的駱駝數量會掉得很快 久而久之就很難成形出來 這邊巨星頭C還在塞 駱駝兵就開始出現擊殺術了 要越多 這裡有一台火炮 肉麻想要上來 但是後方三寶群聚 直接射倒這一台 來肉麻 但是後面駱駝駝兵 還在輸出 駱駝想要去收掉巨頭 收掉這個火炮 不是巨頭 沒有收掉 最終中間那台火炮還是被打掉了 右邊這裡採完礦 這邊收穿一下 駱駝駝兵這邊一發一隻駱駝駝兵 一發一隻駱駝 這邊都是叫駱駝開頭的 有點有點搞混 這隻駱駝駝 倒的速度還是很快 沒有駱駝兵就會變成這樣子 RT要不要轉點駱駝 肉跟木頭很多的 我會射箭槍吧 私我化一定補 你也補了是不是 看來你也受不了了 這個實在太麻煩了 這邊又不駱駝兵的話 又會被火炮給反制回去喔 這邊就要來看RT到底要什麼去反制 對方的火炮了 徐主論這邊點下了拇指環 跟鴻駝駝 這毛兵點了下去 後方的這一坨投石車跟弩炮 投石車跟弩兵跟駱駝 在後面燒 這個組成稍微用生理招向一隻駱駝 然後接下來用弱馬 全部包夾回去應該就可以了 好 果然招向了一隻駱駝 我馬上去 貼貼 先把駝駝車解掉 可以 好 正面大量駱駝大軍來囉 精銳駝駝駝駝 斜血量80滴血 8加4的傷害 MBL好強啊 這個數量已經堆疊起來囉 48隻 哇靠 好 目前MBL還在進行攻擊 哇 打出來的傷害很多囉 我們這個新的CA觀戰模擬器 可以看到這些兵的傷害 打了多少傷害出來 這也不是只有單方面擊殺而已了 已經處理了7000多的傷害 好 還換弱馬 哨擾 驅逐羅倫開始也要反擊回去了嗎 那驅逐羅倫這邊也有大弱馬 看一下大弱馬要不要去反擊一下呢 好 剩掉39隻駱駝駝兵 好 好 開始他們繼續回去 打了幾發 殺一下 戰矛 有了 再來一發 可以嗎 哎呀 打歪 好 這邊高打低 羅倫駝兵 很關鍵 4台火怕往後拉 但這邊沒有前面能扛住的單位 直接回到城堡下防守會比較好 羅倫駝兵還在拉扯 OK MBL這邊細節有做好 剛我們講到了 MBL這邊只要把羅倫駝兵拉好拉滿 基本上就不太會輸 火怕再回頭打個一發 打掉後方戰矛兵 好 這邊羅倫駝直接殺進來 MBL的羅倫駝大軍加上火炮 全黃金兵壓制 其實羅倫現在被打到有點傳播起來 肉有點爆炸 兩千多肉 但MBL支援已經見底 好 中三級大弱馬了 想衝了 有點 換一點肉馬在裡面 羅倫駝的生存能力也會提升一些些了 喔唷 這個火炮打得很準 好 直接砸啊 羅倫駝 火炮後面輸出很開心 好 MBL這邊管了一些肉馬當弱盾 稍微卻打一下對方的戰矛兵 好 火炮還在打MBL 這邊開始做拉扯 高低反擊回去 羅倫駝直接被抽掉的非常多隻 肉馬直接一出來 對著戰矛兵一戰爆打 後方的火炮往後拉到最底 沒有繼續往前推進 好 這裡直接遠地開火 這裡應該是能夠壓制魂訓 這裡羅倫駝兵的數量夠多 戰矛兵有點... 會不成軍 只剩下13隻的數量 火炮滿擊 這時候哈城打出了GG MBL這裡肉馬打得非常好 正面有肉馬 除外的後方也有肉馬 哇靠 到處都有MBL的軍隊了 MBL現在多姓也是處理得越來越好 正面扛姓的駱駝弓兵也是拉得非常優秀 這裡最後打出了1萬1千的傷害 這個駱駝弓兵就宛如蒙古突擊的傷害一樣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玩蒙古的話 那伯伯仁你千萬也要嘗試一下 相當舒服的 而且經濟比蒙古好上很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伯伯仁拿到經濟的勝率 73,850也大概贏了1千左右而已 KD來到1.49 那驅逐的路人遇到這個場面 確實是非常難打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 算是一個驅逐的小弱點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啦 訂閱 那個鈴鐺 那個鈴鐺 那致音滅 alte鈴鐺